今天我们讲第三章 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这一章我们主要讲授19世纪的60到90年代 中国所发生的洋务新政 以及这个时期经济的变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 那么历史上的话并没有洋务运动这个说法 就是后来历史叙事的时候有洋务运动这个名称 对于这个名称 学术界有人是提出不同看法 就认为不应该称洋务运动 应该称支持洋务运动 也有学者称是近代工业化运动 这都是一些不同的称法 不过自强运动这个称法更多人主张 像台湾很多学者都主张用自强运动 大陆有些学者习俗用自强运动 不过我们习惯上还是称洋务运动 这里就是有一个翻译 简单的一个翻译 自强运动有十二次专业务运动 同时这个时段还有另外两个专业的名词 我们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同光新政 同光新政 另外还注意就是同治中心 这是同治呢 是过去的一个拼法 就是按照威务运动法拼出来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段 应该注意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本章一些参考的数目 参考数目 洋务运动研究 长期以来受到学术学的关注 推出了一大批使得注意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们看这面的参考数目 比如张国辉先生所著的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达企业 夏东元先生所著的 网清洋务运动研究 还有他所著的洋务运动史 许太来教授所著的 洋务运动 新论 这本书呢 是一个论文的结局 在二十四一八十年代 重新评调洋务运动的时候呢 他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今天看起来 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李思叶先生和胡斌先生所著的 《从闭关到开放》 也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凡马川先生的 《清济的洋务新政》 也是一个宏观的论述 当然这一时期呢 由资本主义的产生 出现了资产阶级 所以说呢 资产阶级的研究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介绍两种 一种是呢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这是一个论文集 有很多著名学者 都有论文收进去 下面是张亨延先生 马敏教授 朱英教授所主编的 中国近代民族政策基地研究 那么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 近代生商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然同志中心呢 《瑞玛理智》这本书 同志中心 中国保护主义的最后抵抗呢 也翻译成中文的 我们阅读之后呢 可能会更有些启发 洋文运动实习的很多知名的人物 对运动人的举行举办呢 有很大的影响 李鸿章是很典型的 那我们这本书呢 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有综艺本 沈宝珍 中国近代化的常识这本书 是美国学者庞满珍所著 也译成中文的 那这本书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和 中国保守主义最后抵抗 这两本书呢 合起来对照来看 他对那个保守主义的看法呢 是有不同观点的 最后像北洋舰队 这个书呢 台北学者王家俭所著的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呢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些书籍涉及到 洋文运动的宏观整体的研究 也涉及到洋文运动某一个方面 以及让洋文运动时期 不同的阶层 阶级的变动 所以大家课后的有兴趣 可以借一些相关的书籍来看一看 给大家丰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这是 那么我们一些 主要参考数目 当然据说是 像中国近代史资料重刊 洋文运动呢 这是一个基本的史料 大家课后的 也可以拿了配合阅读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节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这一节呢 即使讲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的 进程的一个表现 同时也是讲解 洋文运动所发生的 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也就是说洋文运动发生的社会环境 洋文运动所发生的这个环境呢 第一个方面就是外国侵略者对亲政府的控制 那么怎么进行控制呢 它和18600以前的情况呢 有所差异 也就是说在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呢 各国对华的侵略呢 有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 我们要看到了 是由两个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国内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呢 台湾建国起义和联军起义 相继的被平定下去 国内呢 出现了所谓的中兴的局面 这就从国内来看 那我们这里谈的时候 是从对外的一面来看 就外部环境来看呢 19世纪的60年代到60年代以后呢 西方对华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列强对华的侵略由过去的单兵作战 变成了联合行动 采取所谓的合作政策 那么什么是合作政策呢 这个政策首先是由美国驻华公使 所提出来的 提出它以后呢 得到了英国 俄国 法国等国的支持 这个政策呢 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支持清政府 国家的统治 并定用这个半殖民地政府呢 来维护各国在华的利益 那维护这个在华的利益同时呢 又从清政府手中 崛起更多的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特权 第二个内容就是 列强在清华的重大问题上呢 彼此进行协商 合作 采取一致的签略步调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就看到了 19世纪的60年代呢 出现了一个小国 订阅的热潮 就在英法 美俄等国支持下呢 欧洲的小国 相继的来华 同清政府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比如 普鲁士 荷兰 丹麦 比利时 这些欧洲小国呢 都在第二十二平等之后 纷纷来华 在他们支持之下呢 同清政府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也分了一杯羹 获取了相应的利益 同时呢 英法美等国呢 也通过这些条约呢 获取的新利益 也有这些新条约的话呢 也有新的特权 他们也可以通过 片面最后的待遇呢 加以享用 所以说呢 就出现了什么呢 所谓的合作政策 合作政策 这种所谓和平的局面 这是当时的一个 大概的环境 但这种环境呢 阳王派呢 发动阳王运动 是有影响的 一个合局 不过呢 我们要注意呢 这种所谓的合局 这种合作政策 是不是长期 可以秩序下去呢 不可能的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 政治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性 到了19世纪 70年代以后呢 他们对华害度 就发生变化了 彼此之间 为了意义进行争夺 于是呢 这个政策破产了 但在这种局面之下呢 清政府对外呢 就采取一种 妥协退案的政策 这也是影响后来 洋文运动的一个 关键的因素 关键的因素 第二是呢 各国加强了 对清朝的控制 清朝的控制 对清朝的控制的话呢 表现在这个 几个方面 对内政的控制呢 一个是什么呢 就控制中国的海关 甚至长期担任 中国海关 总税务师的贺德 我们学前面几张内容 就知道呢 19世纪的50年代 中国由于内乱的出现 各国又趁机地 绝取中国的海关主权 我们知道 1853年 选到会起之后呢 海关 上海的海关行政权 就遭到外国人的侵扰 侵托 第二次亚片战争后 总税务师成立 外地税务师制度呢 正式建立 那么总税务师一职 长期有英国人担任 他掌管了海关的行政权 用人权 等等 那么各官的税务师 和高级官员呢 都有外国人担任 并且海关的那个文书的书写 全部是用英文来写的 不能讲汉语 中国人只能担任一些什么 低级的指挥 那海关 有外国人打理以后呢 税收不断地增加 所以清政府很重视 很重视 赫德呢 从1863年到1908年 长期担任是总税务师 他不仅保持海关的行政 而且呢还帮助清政府呢 办理对外的借款 采过军火 甚至呢 帮助清政府办理交涉事务 交涉事务 进而 插手清政府的 内政和外交 内政和外交 据说呢 当时一些总督的任命 赫德都会提出意见来 这是一个表现的 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 赫德 他呢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往往倾向于外国 我们举一个 例子来看呢 郭松涛出使英国之前 正好出使之前遇到赫德 他就问赫德 赫德大人你是我们中国 聘请的外籍的官员 那么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是怎么对待 怎么做的呢 赫德说 我还是一种中立的立场 中立立场 像起码一样的 不偏不一 那么 郭松涛就接着问了 如果说 是英国的事务 你怎么对待呢 赫德就说呢 当然我是外英国人 我自然会形象于英国这一边 看来的话呢 并非完全一种中立态度 作为中国的外聘官员 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倾向于 外国的 特别倾向于他的国家 英国 英国 至于他那个 干影响中国内政的话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看 1867年 他亲民吴唐 担任司三总督 张凯松为云国总督 清政府都一一答应了 这因为他的这个影响力呢 所以有时候呢 挖交事务 中立安门 也要听他的意见 地方呢 地方的税务师呢 也被地方的总路和巡护所咨询 所以说呢 他呢 是海关呢 控制中国内政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 明显一个表现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日通过 使节 来控制清政府的政治 我们知道 第二次亚派人战争以后呢 外国公使 正式的进驻北京 按照国际交往的规定 国一国之间 互派使节 是一种基本的制度 但是我们这里边就怎么 这样看待呢 这是因为 互派使节 是平等关系的话呢 那么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国一国之间关系交往的平等 大家都知道 近代以来 中外交往的关系 是不是平等的呢 很明显 它是不平等的 所以说呢 各公使进驻北京以后呢 就会监视清政府 很多方面 可以对清政府提出一些要挟 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就是1875年 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 马加里事件 我们也称之为颠岸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的话呢 英国驻华公使 威托马 就叫主持外交的总领门 大肆地泡哮 拍多日 那么乱吵一冲就走了 总领门的官员 对此呢 也很无赖 而且威托马呢 多次呢 就要说下国旗 要通中国绝交 甚至跑到天津 找了直立总督李鸿章 跟李鸿章说 总领门大臣呢 要换止一个不可 这种做法都是什么呢 一种恐吓威胁的方式 我们从这个例子里看出呢 他们就进出北京以后呢 可以进一步的控制 清朝的政治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各国呢 一些在华人员 向清政府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 通过这种改革的建议呢 来控制清政府 适应各国的清华要求 最典型的是 1865年 获得让清政府提出的一个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 在局外旁观论里边 获得又劝告清政府呢 忠实的旅行 不配能条约 它的真实用心是 通过帮助清政府进行内政改革 使海关成为改革帝国各个部门的行政 核心 也就是说海关 帮助清政府搞各方面的改革 改革以后呢 就使得谁呢 使得海关成为中国改革的中心 当然它里面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的措施 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呢 获得的言论 在清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很多人对他的一些 那么险恶用心的话呢 表示的不满 表示的不满和反对 这是呢 局外旁观论的提出 到了1866年 时任英国驻华使馆 参政的威托马 这个时候还不是公使 他呢 只做英国驻华使馆的参战 他就向清政府提出了 新一乐论 新一乐论 他建议清政府呢 内修政治 外独有益 什么是内修政治呢 所谓的内修政治 就是要清政府呢 适应列强侵华的要求 同意各国在中国修筑铁路 辐射 电线 训练海流军 如果军费不足的话呢 可以向外国解释 那么所谓的外独有益 是什么东西呢 所谓的外独有益 就是要清政府呢 切实保证 各国在华的一切权益 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事 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 就会引起各国的干涉 他说 异国干涉呢 各国呢 就会联合起来 他说 那么中华的签下的话呢 就会被各国所瓜分 那么就充分报道了 好想 通过改革者的方式呢 凌驾于清政府的 清政府母子上 清政府母子上 达到操纵 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目的 那么上面这些 这个建议和说帖的话呢 其实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刺激了清政府进行改革 但是清政府 一些重要的官员也认识到呢 他们的改革目的的背后 是想干什么呢 是想进一步 控制中国政府 所以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赫德不光旁有一个 局外旁观论 1879年 还提出了一个 调防海 调城 海防章城 企图呢 总览中国的海防大权 遭到清朝官员的反对 到了1884年 他又提出了一个 一个建议 我们称之为 续旁观论 也可以称之为 旁观之论二 又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 到1898年 他又提出了 旁观末论 在历史上著名的 旁观三论 当然杨文娠诺时期的话呢 就两次 两次 一个是这个 主要旁观论 再一个是续旁观论 另外还有1879年的一个 调城 海防章城 这些都反映了外国人 表面上 关心中国政治 希望清政府改革 实际上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他们是 想通过改革这样的方式 控制清朝的内政 控制清朝内政 这是各国加强的清政府的控制 想通过海关 以及驻华使节 还有提出各项建议 第三就是说 各国呢 争相介入中国的外交事务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 近代以来 中国走向世界 走进国际大家庭 这个步骤呢 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第二次变战争以后呢 中国就被迫的 要走向世界了 外国公司进出北京呢 那清政府呢 迟迟的没有派出 做爱使节 为什么 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 考虑到礼仪的问题 按照传统天朝体制呢 外国公司进出 外国外国人到中国 要建皇帝的话 要进行三位 就获得大礼 当时的红字帝还小 没有清政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往后摆了一下 往后拖了 那么中国的官员 如果出去怎么对待呢 所以清政府呢 很担心 一直没有派出 初始外国的使节 所以在1866年的时候呢 赫德回国 在他的建议下呢 清政府就派出了 中联门的张晶 宾村和同管的学生 有几名呢 陪同赫德一起呢 到英国考察 这就是1866年的 宾村访问坛 这是第一次出去的 但是不正式 跟赫德一起呢 去访问 正式的派出官员 初始各外国呢 那是在1868年 1868年 这一年呢 清政府呢 就聘用 以前历任的美国作法公使 普安城 请他代表中国 初始各国 拼他以后呢 很担心 如果印法有意见怎么办 所以又拼了 英国人百着安 法国人德赛 为左右协理 你派出一些官员 像海关道资刚 李布朗中 孙家国为水源 组成这一次 其外的代表谈呢 初始欧美各国 像美国 英国 法国 俄国等国呢 失与国 历史两年之久 1868年7月的时候呢 普安城还代表中国政府 同美国签订了 中美续正条约 续正条约 条约里面就固定呢 中美两国 可以自由往来居住 优待游学 可以设立学堂 等等一些内容 那么按照国际法的规定的话呢 普安城作为美国人 代表中国政府通美国签订条约 这是违背国际法规定的 违背国际法规定的 那么通过这个条约呢 美国也获得了相应的权益 后来这个死坛的话呢 到了俄国以后呢 普安城死掉了 那么就英国和法国两个人呢 带着死坛 完成了这一次使命 这个对新政府呢 感觉呢 我们也可以出使外国 是没问题的 这是1868年 我们看到一位外国人代表 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代表呢 出使西方国家 经过两次外交活动以后的话呢 1870年 清政府派出了 第一个正式出使西方的官员 那就是满人崇厚 崇厚 崇厚呢 在第二次亚派登之后呢 曾经做过北洋上湖大臣 与一定的外交的经历 所以新政府就派他去了 他这次出使法国呢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在1870年 天津发生了天津教案 他是为这个事情呢 去道歉的 道歉的 这反映出我们出使外国呢 有这么一个特定的因素 到了1875年 清政府呢 决定了正式派出 郭松涛 出使外国 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 驻外公使 但是我们看到了 郭松涛出使外国的 出使英国的时候呢 还先有另外一个使命 就是要为1875年的 马加里事件道歉的 马加里事件已经称为滇案 为这个事情去道歉的 道歉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步的派 一步步的走向世界呢 都受到外国人的 影响和干涉 影响和干涉 后来我们看到了 1876年以后的话 派出了何而章 作为驻日公使 这也是跟日本的 清台之义 也有一定关联的 因此我们看到 我们一步步走向世界 都是很被动的 受到外国人的 影响和干预 这是这些活动呢 既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 而且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个半殖民定化 步步维建 这是我们讲的那个 它的对中国政府的控制 第二个重要表现就是什么呢 各俄对华 经济侵略的深入 各俄对华经济侵略的深入呢 是在第二次要变成之以后呢 不断的加强的 在19世纪的60到90年代 西方对华的经济渗透 是由沿海到内地 是不断加强的 波及的范围 影响的程度呢 都是不断扩大 那么这个扩大呢 有一个重要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 通商口岸的增多 第二十二分之后 通过不平等条约 各国获取了很多新的经济的权益 通商口岸呢 增加了16个 此后呢 通过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口岸不断的增多 在 甲午战争爆发以前 中国背后开放的口岸呢 达到了34个 所以说呢 各国对华侵略 就可以通过通商口岸 不断向内地进行渗透 这是一个 那么通商口岸的开放的问题 即使中国社会开放 也是什么呢 各国侵华的深入 从国际上来看呢 我们看到 中外的交通通信的便捷 因为各国侵入中国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1869年的时候 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 苏伊斯进河海通 这样呢 中西之间的交通呢 海上交通呢 缩短了路线 原来我们说 要经过什么呢 要经过 航角 到非洲 到那个什么呢 印度洋 大亚洲来 现在的话呢 直接通过苏伊斯进河 欧洲到那个 远到这个东方呢 路纯呢 缩短了约四分之一 这是海上交通 所以通信里面来看呢 1871年 中英海底 电脑接通 这极大的便利的 西方人掌握 东方的市场信息 就为各国对华的经济交往 以及经济侵略的话呢 提供了便利 所以说的话呢 第二次要办战争以后 各国对华的基地性恋 大为增强 大为增强 这种增强呢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具体来说 表现在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 清销商品和列入原料 那么 清销商品 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学 鸭片战争 学第二次鸭片战争 知道相关的知识背景 就非常清楚 当时 对华的清销商品 最重要地位的是鸭片 特别指的 终于一个信息是 第二次鸭片战争以后呢 鸭片贸易 合法化了 合法化了 通过什么条约呢 只通过1858年的通商章程 商务条款 鸭片贸易的合法化了 知道特别典型的是什么呢 在中国对华卫的中文当中 鸭片它使用的是 不是鸭片这个词 而使用的是洋药 形容洋药这个词 但是英文本里面 一样的还是鸭片 二品 这反映出各国的话呢 一样毒品呢 毒害中国 进入打开中国的市场 或许利益 仅次于鸭片的商品 就是棉纺制品 毛纺制品 和金手制品 其中呢 棉纺制品的增长最快 这种棉纺制品的增长 输入的增长呢 对中国印象是很大的 它沉重地打击了 中国的手工纺制业 这是商品的输入 对中国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了 那时候呢 各国对华经济渗透的影响呢 主要范围在哪里呢 它并不是说 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波及的 那么中亚地区是在 通商口岸 及其附近地区 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 这是商品输入一面来看 另外的话呢 绿豆原料 各国也需要中国很多农产品 除了我们传统的 大宗输入商品 湿和茶之外呢 各国还从中国 进口 棉花 大豆 皮革等 这种出品 出口商品的量呢 也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 那么中国就存了很多 外国人所需要的原料的产地 这是我们从这个 请销商品和原料来看 这样呢 我们看到了各国的对华输出资本 我们原来学习中学里面也学过 知道了 加武战争以后呢 各国对华大过模进入资本输出 那么是不是以前就没有了 在那个加武战争以前呢 19世纪到60到90年代 各国对华也有资本输出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时的资本输出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 垄断航运 垄断航运 各国在华设立的 人船公司 就侵占了中国的沿海和长江 中下有一带的 那么航运权益 航运权益 这些外国人船公司 在中国经营 沿江沿海的这个航运呢 就严重打击了中国 旧式的帆船运输业 同时也阻碍了中国 新式的航运的发展 这是那么一个设有轮航公司 垄断沿海和沿江 沿长江流域的航运的情况 第二他们还干什么工作 还做什么事情呢 开办工厂 当然这时期的工厂呢 不能跟这个 加武战争以后的情况相比 不过在通商考案里面 也出现了一些 那么各种形式的工厂 各种形式的工厂 第三个方面就是开设银行 比如说汇丰银行等等 特别是设立银行这个事情 我们要注意的 外国采法投资活动 设立银行这种活动 在加武战争以前 是没有侨为依据的 也就是这种做法是违法行为 但是呢 各国讲条约的时候 就讲国际法 要是中国遵守 那么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就超出条约的范围 侵犯更多的权益 更多权益 这些呢 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说明外国人侵华的时候呢 并非坚持什么所谓的国际法 也就是在为了利益的时候的条约之外呢 侵夺新的权益 不过我们总体来看呢 在加武战争以前 各国在华的资本投入呢 资本输出呢 并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侵略 不过从总体趋势来看呢 它是不但增强的 不但增强的 就是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深入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有一个结果 就是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的解体 逐步的解体 我们讲到一半战争以后 外国对华的经济侵略了 我们就开始了 自己制度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 第二十一半战争以后 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加深 侵略范围的扩展 就使得 自己制度的自然经济呢 进一步的直上解体 直上解体 那我们看到 外国商品的输入 就使得 自然经济之后巨大了冲击 外国机制的棉房制品的输入 特别是 那么 棉杀的大量输入的 就逐渐破坏了 中国 通商口岸 及其附近地区的 那么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 农民和手工业者 开始使用 杨杀支部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 停支的现象 而且呢 你的外国资本 还在中国设立工厂 这样呢 就使得 传统手工业 遭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说呢 第二十二分钟以后呢 中国洋海 通商口岸 及附近的地区 以小龙农民 和小手工业者呢 接连破产 陈述者就是那方式 解体的 种种苦难 这点我们要强调了 我一直说的是 通商口岸 及附近地区 就说明了 第二十二分钟以后 中国自给自主 自然经济的解体 它应该说是什么呢 是比较缓慢的 在那个 沿海一带的话呢 它是比较典型 那么在内地呢 有的地方可能还没有开始 这是一个 比较缓慢的过程 我们不能意思说 自然经济解体 就是大范围都出现了 自然经济的解体 这是要稍微注意的一个问题 稍微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么以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各国通过政治的侵略 经济的侵略 打得中国国家地位的 半殖民地化 不断地加深 那么自己是自主的 自然经济的不断地解体 所以说呢 中国社会的地位 半殖民地化 程度加深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了 洋派呢 进行洋务运动 所以说 既有它什么呢 有利的一面 比如说 国门洞开 那么走向世界 另外呢 有很多不利的东西 政治上的约束 经济上的侵略 都在洋派呢 去帮洋务运动 是有很多的束缚和影响 束缚和影响 这也就是洋务运动 所展开的一个 宏括的社会背景 那么这种背景 我们要注意的 它同日本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以后我们讲 洋务运动 评价的时候呢 好够讲到 中日进行改革的时候 有一个差距 那么这个背景 是不一样的 大家学习世界境态史的时候呢 也可以对照一下 日本明治无心 它所面临的这个社会背景 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可以 更加清楚地认识 中日同时期进行的改革 为什么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这个后面呢 我们还会讲到 总之来说 大家在学习相关课程的时候 也要注意 要注意 或者第一节内容